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再看欧阳修的另外一个作品 《他说行》 大家把它读一遍 《他说行》 开始 《他说行》 国外悲惨 心少有戏 草均丰满教证 以后见远见诸诸诵 飘飘不断如春水 春春有常 敬敬粉碎 走到莫尽未来 飘不断如春 春春 春春 那个字读佩 草勋风暖 摇真佩 佩就是江神嘛 马江神嘛 这一首词也是写 写离别 写离情别墅 侯馆就是旅馆 侯馆梅禅 席桥柳戏 梅禅 就说明是春天了吗 梅花都凋谢了吗 席桥柳戏就是 席桥边上的柳树 已经开始抽出细嫩的枝条 所以西桥柳戏 所以西桥柳戏 草孙风暖 摇真佩 孙啊 就是香嘛 熏 草熏风暖 摇真佩 这是来自于江眼的别妇 说龟中风暖 摇真佩 说在这样一个早 在这样一个春天的时间 一个梅花凋谢 一个柳树抽出细论的枝条的 这样一个春天 一个草熏风暖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远行的人出发了 所以叫姚真佩 他虽然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但是他非常留恋自己的亲人 所以泥仇渐远 渐无穷 条条不断 如春水 所以行得越远 这泥仇就越长 似乎这个漏头没有穷尽 他的泥仇也没有穷尽 像条条不断的春水那样 这就是从行者的角度写的 下篇就是从居者的角度写 上篇是从游子的角度写 下篇是从师父的角度写 春春柔长 隐隐粉类 楼高墨镜 微难以 春春柔长就是写这个女性的 她的内心的愁苦嘛 因为内心愁苦 所以流了很多的眼泪 因为脸上是附了粉的 所以叫粉类 隐隐粉类 隐隐就是内水充盈啊 楼高墨镜 微难以 不要登上高楼 不要靠着微难 因为这会让自己更伤心 因为平无尽处是春山 行人更在春山外 平无啊 就是平原上的野草 她登上高楼会看见平无上的野草 平原上的野草呢 应该是延伸的很远 她就顺着这个草啊 一直看过去 平无尽处是春山 但是行人更在春山外 这不是从居者的角度写吗 所以一个作品写 离情别墅啊 她能够写得这样充分 就是在于她能够从 分别从行者和居者的角度来写 这就把离情写得很到位了 是吧 离愁渐远渐无穷 条条不断如春水 用水的绵长来比喻离愁的绵长 下篇呢 平无尽处是春山 行人更在春山外 用草的有劲 来反衬失恋的无尽 所以构诗都是很别致 语言也很经典 这是一首 再看一首 这首还是我跟你们读吧 《采桑子》 裙方过后西湖好 郎基长虹 非絮蒙蒙 垂柳南干 近日风 声歌善尽 游人去 死绝春空 垂下莲笼 双雁归来 细雨中 这个西湖啊 是眼周西湖 就是安徽的那个西湖 不是杭州西湖 啊 这里面写的春天的景致啊 它不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 那种伤春的情绪 啊 而是一种很轻松的 很快乐的情绪 你看他说 群方过后西湖好 啊 就是北花凋零之后啊 西湖更美 郎基长虹 这地上啊 都是有花瓣的 啊 非絮蒙蒙 这是指天上 天上有柳絮在飞舞 地上啊 是 掉下的是花瓣 垂柳南干 近日风 垂柳下啊 这垂柳啊 在南干的附近看见的垂柳啊 近日都在风中摇曳 啊 声歌善尽游人去 啊 这个时候歌声已经停止了 啊 游春的人都已经回去了 离开了 死绝春空 这时候觉得春天呢 很寂静 垂下莲笼 就是把门莲 窗莲垂下来 双雁归来细雨中 这句很关键 因为有了这句 所以我们就可以判断 它不是商春的作品 那双雁归来不是很温馨吗 啊 所以这个作品和我们通常所说的 商春还不一样 在多处情况下面 都是商春的作品 但是也有一些 它不商春 它写的这个 比较轻松一点 啊 这是 这是这一首啊 还讲一点 这个玉楼春 尊前离把 归其说 未雨春荣 仙产业 人生志士 有情痴 此恨不关风雨月 尼歌且末 翻心却 一曲能叫 长春节 只需看尽 落成花 始供春凤 容易别 啊 尊呢 就是酒尊 啊 就是酒杯 尊前离把 归其说 就是说啊 这是一次啊 告别的酒会 在酒席上面 想把归其说 想说一说 什么时候回来 或者问对方 什么时候回来 但是呢 未雨春荣 先产业 还没有说归其呢 春荣 就是这女孩子的面容啊 啊 啊 就先就啊 很 愁苦 所以叫产业啊 人生志士 有情痴 此恨不关风雨月 所以通常人们的愁苦啊 是因为风月引起的 啊 因为风月 所以人们促紧伤情 但这里面呢 他说此恨不关风雨月 不是自然界引起的 而是因为人世上的问题 是因为他们要离别 啊 人世的原因 不是自然的原因 尼各且末 翻新雀 一曲能叫长寸间 所以这尼各 就不要再演奏了啊 不要再演奏新的曲子了 啊 因为一曲 就可以叫人很痛苦了 长寸间 啊 你看这两句啊 只须看尽落成花 始共春风 容易一遍 这也是有点 及时行乐的啊 那样的成分的啊 看尽落成花啊 不要错过了 这样一个美好的春天的时间 这就和彦书的那个啊 不如连曲眼前人 那个意思是差不多的 啊 欧阳修还有一些作品 由于时间关系啊 我们就不讲的太多了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人的作品 来一个总结 啊 啊 关于燕欧词的评价 啊 啊 燕书 是江西 辅州人 欧阳修呢 是江西奴隶人 虽然他不是在江西出生的 他的老家是江西奴隶 也就是现在的永修 他是在四川出生的 那是因为当时他的父亲在四川做推官 所以他是在在四川出生 在长到四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去世 他父亲去世 他的母亲就带着他去投奔他的叔叔 他的叔叔当时在水州做官 就是现在湖北的水州 所以欧阳修应该这样讲 老家在江西 出生在四川 生长在湖北 但是这个人对江西啊 有很深厚的感情 他写文章的时候 常常要署名奴隶欧阳修 大家还记得吧 像醉翁亭记 奴隶欧阳修也 这说明他这个情感啊 对这个奴隶这个地方啊 感情很深 他从内心里把自己当作是奴隶的 这就说明他受江西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 你想想他的母亲江西人吧 而且他的母亲很崇拜他的父亲 老是对着他讲他父亲的故事 所以他就通过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 来接受他们老家江西文化的影响 而这个冯元氏这个人呢 刚好呢 他又在江西做过官 他就在辅州 就在燕苏的家乡啊 做过辅州刺史 所以冯元氏又是南唐的一个著名的池人 这样子他就把他的流风余韵就留在了江西 所以有人讲说冯元氏词 燕童树得其俊 欧阳勇俗得其身 燕童树就是燕苏嘛 欧阳勇俗就是欧阳修嘛 说这两个人都受冯元氏词的影响 而燕童树呢是受了冯元氏的那种俊义的词封的影响 欧阳修呢受了冯元氏的那种深层的词封的影响 冯元氏的词有两种风格 一种俊义一种深层 所以我们说这个江西的词人 在宋代的时候非常的引人注目 在北宋的时候有燕书 燕己道 欧阳修 王安石 在南宋的时候还有江奎 还有刘过 还有闻天祥 还有刘成翁 都是江西人 江西出现这么多的词人 应该与南唐的词是有关系的 因为南唐的时候 江西是属于南唐的版图的 所以冯元氏在那里做官 有一段时间 南唐还准备把他们的国都迁到现在的南昌呢 所以江西词人的这样一种很出色的表现 显然是受了以冯元氏为代表的 南唐词封的影响 冯元氏的词有郡的一面 也有僧的一面 而燕书和欧阳修分别就接受了这两个方面的影响 这是讲他和冯元氏的关系 具体来讲的这两个人的话 他们在宋代词史上是个什么地位呢 这个我们知道宋初三十年 词坛是比较成绩的 一直到后来有了盘朗的出现 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那种优秀的词 而欧阳修和燕书都属于北宋的前妻的词人 上次我们讲的北宋的前妻的词人 我们讲的范仲淹 讲的张仙 现在我们又讲了欧阳修和燕书 他们属于前妻的词人 在前妻的词人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我们下一堂要讲的就是刘勇 这几个人都属于前妻词人 如果说刘勇属于宋词里面的大家 那么欧阳修和燕书就属于宋词里面的名家 属于宋词里面的名家 这是他们在宋代词史上的地位 我们知道刘勇是北宋词坛 影响最大最广泛的一个词人 我们先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刘勇出名三变至锦庄 为什么叫三变呢 这三变这个名字来自于论语子章 论语子章说 君子有三变 望之言然 吉之也温 吉之也温 听其言也利 这看起来很严然 真正接触的时候很温柔 但听其言也很严厉 这君子三变 后来因为生了一场病 祈求长生 所以就改名叫刘勇 有的书上说 说他之所以改名叫刘勇啊 是因为流行歌曲写的太多 跟上流社会没有留一个好印象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就没有通过 这样子他叫改名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他不是为了获得上流社会的一个好印象而改名 而是因为生了一场病 祈求长寿 所以叫改名勇 勇就是永久嘛 齐青齐就是那种高寿的老人 啊 刘勇是重安人 也就是现在的福建省五一三四人 啊 关于刘勇的生年和竹年 曾经有过多种说法 但是都没有确证 啊 不能肯定 关于刘勇的生平 只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他中晋式的时间 古代中晋式的时候 他这个名字都是由官方记载的 他中晋式的时间是在宋仁宗锦幼元年 也就是公元1034年 根据宋代人的有关的笔记的记载 以及他的作品所描写的内容来看 刘勇的年代与范宗淹 张仙艳书同时 要早于宋旗 早于欧阳修 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当然因为张仙这个人呢 啊 活的时间很长 一直活到舒适的时代 刘勇宗进世之后 做过牧州团练推官 就是现在浙江境内的牧州 还做过小枫研厂的监官 小枫研厂在哪里呢 就在现在的周山群岛那一带 最后做到屯田园外郎 屯田园外郎相当于现在一个处级干部 相当于国家农肯总局的一个处长 所以人们称他为柳屯田 刘勇的作品的集子叫《岳章集》 全宋词收他的作品有213首 这讲到刘勇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讲他和歌迹的关系 过去对他的种种误解 往往都是由此而生 所以为了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我们就要宏观上讲一讲 词人和歌迹的关系 所以第二个大问题 词人和歌迹的关系 这个迹啊 又写作单人旁的迹 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写作单人旁的迹 就是《女乐》 里面像日本 他们还把那些文艺工作者叫《易记》 唐宋时候的歌迹就是《易记》 也就是我们说的歌舞艺人 他们是凭自己的记忆来谋生的 他们是艺术工作者 与后来的以卖淫为主的仓记 是大不一样的 第一 歌迹的身份 歌迹的身份 就他们的职业来讲 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歌迹 一个是舞迹 一个是乐迹 歌迹以唱歌为主 比方说大家熟悉的一个词牌 叫《念奴骄》 在《念奴何许人也》 《念奴》就是唐玄宗时代的 一个非常有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举一个例子 原整在连昌宫池里面介绍 他说唐玄宗在荷兰郡寿 就是现在荷兰省的夷阳县 有一个行宫叫连昌宫 每到年节的时候 唐玄宗就要在宫楼下面 大摆宴席 就是要在那里要 联欢好几天 所以楼下万人拥挤喧哗 不能禁止 闹哄哄的 后来连那些 乐宫都为之霸奏 就是乐器都演奏不下去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老是闹哄哄的 后来唐玄宗叫高丽世 在楼上大喊 说现在叫念楼唱歌 众人能听否 一说要念楼唱歌 念楼一发声 场面立刻安静下来 所以我根据这个记载的判断 念楼应该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 那就是很著名的歌迹嘛 是吧 舞迹呢它是以跳舞为主 你比方说杜甫有一首很有名的事 叫官 公孙大良弟子 武剑气行 这个公孙大良 就姓公孙啊 这公孙大良就是唐玄宗时期 著名的舞蹈家 他有一个弟子叫李十二良 那是唐代宗时候的著名舞蹈家 他们跳的一种舞叫剑舞 当时的舞主要分两类嘛 一种是剑舞一种是软舞 他跳的这种剑舞是和软舞相对而言的 所以这种舞蹈啊 让人看了之后啊 慷慨讲 杜甫讲啊 著名的书法家张旭 就是那个草圣啊 张旭啊 看了公孙大良的剑舞之后啊 草树大有长进 因为这个艺术在本质上 它都是相通的 杜甫本人年轻的时候呢 看过公孙大良的舞 到了晚年又看过公孙大良的弟子 十二良的舞 港海万端 所以就写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作品 《官公孙大良弟子舞剑气行》 这是著名的舞技 在乐际大家熟悉 像《白居易的琵琶琶琴》 写的那个琵琶琳 就是一个乐技 这个乐技在当时也是很红的 武林年少增缠头 异曲红消不知数 所以说还是很有名的 唐宋慈的演奏乐器 在唐五代和北宋 是以琵琶为主的 最实心的 最潮流的乐器 就是琵琶 到南宋的时候呢 就以萧迪为主了 所以琵琶琶琴那个乐技 年轻的时候 之所以红的发指 与它所擅长的最时髦的乐器 琵琶是有关系的 所以歌技 舞技 乐技 这三种并称为吕乐 吕乐 有的就叫声技 或者叫声乐 在许多时候又统称为歌技 所以歌技这个名称既是一个专称 也是一个统称 许多歌技往往都是能歌上舞 歌 舞 乐 样样在行 所以歌技啊 既是一个专称 专指歌唱的艺人 也是一个统称 指所有的歌舞艺人 所有的歌舞艺人 都可以称为歌技 这是我们讲他的身份 就是就他的职业来讲 有三种 目标报表